第十五课 怎样才能休息好 一 听力理解练习 一 听录音 选择正确答案 一 小李 你这张邮票是从哪儿弄来的? 是小刘给我的 那天我看上了小刘的一枚邮票 想花一百块钱买它的 可他不肯 非要送给我不可 让我特别不好意思 下面哪句话是对的? 二 像咱们这样 星期一到星期五工作 周末又加班 连回家看父母的时间都没有了 我参加工作以后 连家都不怎么回了 只是偶尔给家里打个电话 从对话我们知道 男的参加工作以后怎么样? 三 您是小明的爸爸呀 我跟您说啊 小明在我们班 要说聪明 没有比他更聪明的了 可是学习成绩呢 没有比他更差的了 我们当老师的 心里也很着急 我知道 这个孩子不太爱学习 小明在他们班怎么样? 四 自从来到北京以后 我就没有舒服过一天 今天头疼 明天肚子疼 后天又感冒了 唉 是不是因为工作太累了? 女呆是什么意思? 五 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班有五十多位同学呢 可是现在 我连他们的名字 也记不全了 那是因为 你们联系得太少了 女的说 那些大学同学的名字 她已经怎么样了? 六 小王和小李关系很亲密 但是小王脾气不太好 经常惹小李生气 从对话可以知道什么? 七 七 你了解李方这个人吗? 我不过跟他见过一两次面而已 男的是什么意思? 八 小李 小李 你们单位的小王结婚了吗? 他连女朋友都没有呢 更不要说结婚了 小李的意思是什么? 九 小王 这是你新买的自行车啊 哪儿啊? 早就买了 就是没怎么骑过 下面哪句话是对的? 十 我是从来不听天气预报的 因为听了也没用 温度 湿度 都是数字 找不着感觉 倒是很希望有一种穿衣服的预报 很温柔地告诉你 今天可不可以穿短裙 明天是不是该穿条厚的长裤 再穿一件大衣 有没有必要戴围巾 手套? 下面哪句话是对的? 二 听对话 做练习 对话 怎样才能休息好? 生词 噩梦 安眠药 浅睡眠 现象 调节 下降 保准 说到底 一 听第一遍录音 判断证悟 怎样才能休息好? 你每天休息得好吗? 有没有失眠 做噩梦的时候? 你知道 这些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要想每天都休息得好 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请听录音 诶 老张 你怎么了? 脸色不太好 是不是昨天晚上没有睡好? 唉 别提了 这段时间 我就没睡好过 我教给你一个办法 你晚上躺在床上以后就数数 一 二 三 四 五 早就试过了 根本不行 都数到一千多了 眼睛还睁得大大的呢 那你睡觉前吃点安眠药呢? 我可不想吃 安眠药对身体不好 而且时间长了 不吃药就睡不着 那可不行 像你这样每天失眠 对身体影响太大了 也不是每天都失眠 偶尔也能睡着 但是睡着了就会做噩梦 或者有一点声音就醒了 早上也醒得很早 总是觉得没有休息够 你说的这些都是浅睡眠现象 是睡眠质量不好 浅睡眠对身体的影响和失眠差不多 报纸上说 有77%的人有这种现象 你要注意调节一下自己的身体 这样长时间下去 身体会受影响 其实我现在就觉得每天都很累 精神紧张 记忆力下降 脾气也变得不好了 你看 这都是睡眠不好造成的 对人来说 睡觉比吃饭喝水更重要 有人研究过 如果不吃饭 人可以活20天 不喝水可以活7天 要是不睡觉 只能活5天 诶 对了 这个办法你试过吗 什么办法 晚上睡觉以前 你出去锻炼一下 跑跑步什么的 回来以后再泡个热水澡 保准能睡个好觉 这个办法倒可以试一试 不过我现在每天都要工作到晚上12点多 要是再锻炼 泡热水澡什么的 那还不得到两三点钟啊 说到底 你还是因为工作太辛苦了 所以要保持轻松愉快的心情 多放松放松自己 二 听第二遍录音 选择正确答案 怎样才能休息好 你每天休息得好吗 有没有失眠做噩梦的时候 你知道这些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要想每天都休息得好 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请听录音 哎 老张 你怎么了 脸色不太好 是不是昨天晚上没有睡好 嗨 别提了 这段时间我就没睡好过 我教给你一个办法 你晚上躺在床上以后就数数 一 二 三 四 五 早就试过了 根本不行 都数到一千多了 眼睛还睁得大大的呢 那你睡觉前吃点安眠药呢 我可不想吃 安眠药对身体不好 而且时间长了 不吃药就睡不着 那可不行 像你这样每天失眠 对身体影响太大了 也不是每天都失眠 偶尔也能睡着 但是睡着了就会做噩梦 或者有一点声音就醒了 早上也醒得很早 总是觉得没有休息够 你说的这些都是浅睡眠现象 是睡眠质量不好 浅睡眠对身体的影响 和失眠差不多 报纸上说 有77%的人有这种现象 你要注意调节一下自己的身体 这样长时间下去 身体会受影响 其实我现在就觉得每天都很累 精神紧张 记忆力下降 脾气也变得不好了 你看 这都是睡眠不好造成的 对人来说 睡觉比吃饭喝水更重要 有人研究过 如果不吃饭 人可以活20天 不喝水可以活7天 要是不睡觉只能活5天 哎 对了 这个办法你试过吗 什么办法 晚上睡觉以前 你出去锻炼一下 跑跑步什么的 回来以后再泡个热水澡 保准能睡个好觉 这个办法倒可以试一试 不过我现在每天都要工作到晚上12点多 要是在锻炼 泡热水澡什么的 那还不得到两三点钟啊 说到底 你还是因为工作太辛苦了 所以要保持轻松愉快的心情 多放松放松自己 一 女的给老张想的第一个办法 老张觉得怎么样 二 女的让老张吃安眠药 老张觉得怎么样 三 下面哪一项不是老张现在的睡眠情况 四 潜睡眠现象是什么 五 关于老张现在的身体情况 对话中没谈到的是什么 六 有人研究过 人不睡觉只能活几天 七 一 女的告诉老张的第三个办法是什么 八 老张觉得 女的说的第三个办法怎么样 九 九 女的认为解决老张睡眠问题的根本办法是什么 三 选择对下面各句话的正确理解 一 一 女的说 女的说 哎 老张 你怎么了 脸色不太好 是不是昨天晚上没有睡好 男的回答 嗨 别提了 二 从对话中可以看出男的心里怎么样 二 早就试过了 根本不行 是什么意思 一 三 都数到一千多了 眼睛还睁得大大的呢 句子中 眼睛还睁得大大的呢 意思是什么 四 有一点声音就醒了 这句话跟下面哪句话的意思最接近 五 五 这样长时间下去 身体会受影响 意思是什么 六 那还不得到两三点钟啊 意思是什么 七 保准能睡个好觉 跟这句话意思最接近的句子是什么 八 说到底 你还是因为工作太辛苦了 说到底的意思是什么 四 听第三遍录音 口头回答问题 怎样才能休息好 你每天休息得好吗 有没有失眠做噩梦的时候 你知道 你知道这些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要想每天都休息得好 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请听录音 哎 老张 你怎么了 脸色不太好 是不是昨天晚上没有睡好 嗨 别提了 这段时间 我就没睡好过 我教给你一个办法 你晚上躺在床上以后就数数 一 二 三 四 五 早就试过了 根本不行 都数到一千多了 眼睛还睁得大大的呢 那你睡觉前吃点安眠药呢 我可不想吃 安眠药对身体不好 而且时间长了 不吃药就睡不着 那可不行 像你这样每天失眠 对身体影响太大了 也不是每天都失眠 偶尔也能睡着 但是睡着了就会做噩梦 或者有一点声音就醒了 早上也醒得很早 总是觉得没有休息够 你说的这些都是浅睡眠现象 是睡眠质量不好 浅睡眠对身体的影响和失眠差不多 报纸上说 有77%的人有这种现象 你要注意调节一下自己的身体 这样长时间下去 身体会受影响 其实我现在就觉得每天都很累 精神紧张 记忆力下降 脾气也变得不好了 你看这都是睡眠不好造成的 对人来说睡觉比吃饭喝水更重要 有人研究过 如果不吃饭人可以活20天 不喝水可以活7天 要是不睡觉只能活5天 诶 对了 这个办法你试过吗 什么办法 晚上睡觉以前 你出去锻炼一下 跑跑步什么的 回来以后再泡个热水澡 保准能睡个好觉 这个办法倒可以试一试 不过我现在每天都要工作到晚上12点多 要是在锻炼泡热水澡什么的 那还不得到两三点钟啊 说到底 你还是因为工作太辛苦了 所以要保持轻松愉快的心情 多放松放松自己 1. 女的给老张想的第一个办法是什么 老张觉得怎么样 2. 女的给老张想的第二个办法是什么 老张觉得怎么样 3. 老张现在的睡眠情况怎么样 详细说一说 4. 浅睡眠现象对人的身体有哪些不好的影响 5. 为什么说 5. 为什么说睡觉比吃饭喝水更重要 6. 女的给老张想的第三个办法是什么 老张觉得怎么样 2. 饭厅练习 短文1. 说说感冒 生词 预防 治疗 喷嚏 传播 病毒 存活 传染 揉 说说感冒 在人类所有的疾病中 感冒可以说是最常见的了 几乎每个人都得过感冒 但很多人对感冒却并不真正了解 甚至还有一些不正确的认识 很多人觉得感冒是小病 所以也就不注意它的预防和治疗 其实感冒本身不仅会给身体带来发烧 头疼这些不舒服的症状 而且由于身体的抵抗力下降 很容易引起其他一些疾病 因此有感冒是百病之源的说法 还有 我们在冬天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 穿暖和点 别感冒了 人们一般认为感冒是因为寒冷 但是医学实验已经证实 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人们认为打喷嚏是感冒传播的主要方式 而根据医学专家调查证实 手的接触才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 在手上感冒病毒可以存活两个小时 在物体表面可以存活72个小时 如果感冒的人用手摸了什么地方 那么没感冒的人再去摸这些地方的时候 就很容易传染上感冒 所以预防感冒的方法就是 多洗手 少用手揉眼睛和鼻子 下面这些关于感冒的说法对不对 短文二 医术 生词 医术 花白 白大罐 听诊器 医术 陈东是某医科大学的高材生 毕业那年 学校想把他留在学校当老师 他不肯偏要回到家乡一个小县城来 来到县里他不去县医院 而是自己在县城的街上租了一间房 申请了一个营业执照 在那儿开了一个小诊所 他还担心如果病人太多 一个人忙不过来 就请了一位姓张的老头帮他 第一天 有几个人把脑袋伸进来看了看 第二天 有一个妈妈抱着孩子 在门口转了一圈 又走了 第三天 有个老人进来了 说了句 你就是医生 然后又出去了 直到第七天 才有一个小伙子跑进来 买了两片感冒药 而在不远的北街上 有一家小诊所 病人进进出出 生意很不错 陈东忍不住 偷偷地跑去观察 发现那个大夫的医数并不高 而有点奇怪的是 那个大夫似乎不近视 但桌子上却放了一副黑矿的眼镜 还有 那大夫最多三十岁 诊所的名字却叫做老田诊所 回来后 陈东想了半天 看见头发花白的老张 突然拍了一下脑袋说 有了 于是第八天 诊所里多了一位白头发的老大夫 身穿白大褂 鼻子上戴着一副眼镜 脖子上也挂了一支听诊器 当然 他就是老张了 并且 他还坐在了原来 陈东坐的位子上 陈东呢 站在了原来老张站的位置上 老张不会看病 病人来了 当然 还是要陈东看 老张会像对学生那样 对陈东说 这点小病 小陈 你来给看看就可以了 这样一年下来 竟然没有人看出什么问题 甚至有人说 这个诊所不错 学生就能看病 根本不用老师看 也有人说 这个诊所不比县医院差 听录音 回答问题 一 陈东的诊所在刚开始的时候 别人对他的态度怎么样 二 北街的那家诊所 为什么生意不错 三 后来 陈东想了一个什么主意 竟然没人看过 每个人都没人看过 那就是 第二个人 一 晨